你们西藏人就是牧群人会不会看电视 这个问的很好啊 我们这边是真的很喜欢看电视 很喜欢 迟到了 下面是站注一边吃 边是吃汁 这里是她和西藏人 大善 一口 大善 一口 这口 看完电影出来了 感觉挺好看的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吧 就比较喜欢看这种 英雄的那种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的话 它是那个 我们拉姆的家乡 巴青县的一个英雄 妈妈她们那一辈的话 都是认识她的 刚刚我发现那个 她是05年去世的 然后她自己愿望就是 火车通了以后 就是火车通了以后 能去北京 就是坐着火车去北京 但是好可惜 就是愿望没能实现 这应该是她 就是最遗憾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故事的 大概就是有一个不得之路 就是不得就是一个这个英雄的名字 然后这个名字是他主人给他取的 这是我们巴青当地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不得的话 就是从小就是没出生之前 他爸爸已经死了 而且连出生税 那时候好像要交税都交不起 然后就被他们的那时候的一个富豪 我们这边叫古扎 就是神的主 把他妈妈带到他们家里 就是当佣人 然后女佣 然后就顺便把不得也带过去了 然后后面就是比较富的那些人 就特别的坏 然后就是他家的狗和不得的话 都觉得狗比较尊重的那种 然后有一次不得就特别饿 然后吃了一些沾巴 然后就被毒打 而且让他吃狗屎 就这个样子 非常的可怜啊 然后他就气不过啊 然后就然后就逃出去了 然后被一直追杀 追杀追杀 然后就后面 他的话就是一直就是很看不惯这种 而且一直想要改变自己命 一路逃到了我们这个 电影里出现了那么错 还有我们一些很多的景点 他们都是这样路过 他们背着他 然后到后面 然后被强制性的带到去修一些路 然后就是又不给钱 又毒打 然后逃了出去 然后遇到解放军 然后就是飞着 后面他就是为解放军送予一个军情 然后就是敌人就是发现他之后 就需要把那个信交出来 然后他没有交出来 反倒把信给咽下去 然后被敌人的话就是压了两双眼睛 你导致他就是老了之后两个眼睛都是没有靠谱 我觉得以前那些英雄吧都特别的伟大 而且是活得很有意义我感觉 然后就是妈妈他们的话都是知道 我一说不得这个之路电影出来了 他们就一照知道 但是我妈妈他们连茶馆都不喜欢去 就喜欢待在家里 可能是那时候年代的一个想法吧 我自己的话我就特别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 去吃饭就还是比较那个喜欢独处嘛 然后妈妈他们的话就不喜欢 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 包括自己一个人也去不了 所以今天本来是准备带妈妈去 但是没能成功 我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 然后在这里休息一下 大家就是会问就是你们藏族人是不是演示约会的时候 会去看电影 就是我刚刚去看电影的时候 发现有好多情侣 可能都是纳曲的 因为第一个来光顾的肯定是纳曲人 因为这个电影就是纳曲发清楚的 然后我就在中间看电影 还有就是你们内地的话 看电影的话 我看下好多人都在吃爆米花 你们知道我吃的什么吗 吃的牛肉干可好吃了 而且特别有嚼劲 边吃边看可舒服了 所以以后你们去看电影的话 可以带点牛肉干 真的很好吃 因为就是看电影啊 这样的时候就吃一些有嚼劲的 吃的又慢是吧 爆米花的有一下就吃完了 它放到嘴里它就没了 我们这边的话电影的话 我是花了45块钱 你们觉得贵吗 我觉得价格非常合理 而且的话又不用花其他那些钱 有没有买爆米花 买了一个就是带了一个铜 然后里面装了点牛肉干 然后边吃也没有花其他喝的 我还准备下次带一些甜茶 还有一些喝的就是小酒之类的 享受惬意是吧 看电视很喜欢 只是现在就是手机出来了嘛 年轻人就不太喜欢看电视 那么我爸妈妈他们就特别喜欢 西藏卫视里面 喜欢看那种剧情的那种 就贼一喜欢看 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坐着 然后看电视 天天说这个怎么了 这个怎么了 还给我讲 我又不愿意听 那拉姆平时喜欢看的电影 就比较喜欢这种 比较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一些惊悚片 可能大家都觉得 我看着像个很温顺的女孩子 但不可能喜欢那种惊悚电影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看那种比较惊悚 觉得特别有刺激 就不喜欢看那种情情爱爱的 那你们呢 你们那边会看什么样的电影呢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 持续关注 还有Inst和Facebook 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每周下午6点左右 记得来YouTube看我的首播 谢谢大家